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律師, 難得終於跟太太同罪 何解還這麼愁? 就是因為他在外國幫忙 臭孫子臭得久 現在回來看見我做什麼都不順眼 難怪你放假寧願留年酒吧 也不在家裡休息 或許他見不到我更開心呢? 是的, 譚校長, 你放假還出來陪我 你不怕嫂子假承認嗎? 我確實是陪你而爽弱於蓉兒 不過他對我絕對不會有不滿的情緒 你本來約了他有事做的? 是去看書發展 那個書發家蓉兒非常欣賞 他已經期待了幾個月了 你只是為了朋友而爽弱 嫂子, 一定會生氣你 怎麼會這麼嚴重? 同類的書發展我們經常都去 你不怕他會集在那本小器寶上嗎? 小器寶是什麼? 你不知道嗎? 那本是專門摘下你做錯事 那本小器寶 你就是說你太太有本這樣的寶 這麼多年來 她都不知道寫滿了多少本 早幾天 我遲了去接機 她馬上在機場拿一本小器寶來掃我 當眾羞辱 丈夫是要拿來尊重的 嫂子真的沒有這本小器寶? 當然沒有 我家蓉兒燃亮熟德出落太坊 怎麼會做出這麼少家的行為 你不相信嗎?我證明給你看 蓉兒 德哥哥 我想跟你說 我不只賠不了你去看書發展 我要跟朱律師蓄室長談 原來如此 你會否不高興? 怎麼會呢? 德哥哥跟朋友談得投契 我替你高興也來不及了 看來沒有我陪伴在責 你也相當自得其樂 這個書發展還有一個工作方法 我可以向大師學習寫一個字 現在就要開始了 你跟朱律師在舊要緊 你無需掛心我了 好,再見 再見 你看,我家蓉兒多麼樂樂大方 看來你真是娶了個好老婆 有福氣 這就是德哥哥最喜歡的香味 今晚不道德超夜 他一定很高興 有福氣 德哥哥,你何時回來的 我回來了很久了 你到底怎麼做人妻子的 你喝醉了 你也看我喝醉了嗎 你明知道我今晚外出喝酒 我回來必定需要人照顧 我半個小時前 已經通知你在回家途中 你不但沒有為我準備解酒藥 就連熱茶也沒有杯 對不起,德哥哥,是我疏忽 我現在馬上為你準備 我扶你進房間休息一下,好嗎 好 德哥哥,我已經為你準備了一杯熱茶 今晚你的頸汗可以享用 竟然忘記了今晚不道德之爺 快點寫進小器堡 上次忘記不道德之爺 就算小報 第二次再晚應該升級做中級報課 但是他這次是喝醉了而忘記 都算小報了 他喝醉了,對著你大呼小叫 還為了和朋友喝酒而爽約 都要寫下去 齊了這麼多小報 都應該是時候報復一下吧 撒蛋?不是我的早餐吧? 撒蛋有什麼問題? 難道你忘記了我每次宿醉完 頭痛欲裂 起來都想吃白粥油炸鬼緩解一下嗎? 我又會忘記了也有的 算了…我早吃殺蛋 知道,辛苦你了 蓉兒,一會兒你幫我拿報稅表出來 沒問題 蓉兒,這隻蛋還沒熟 你明知道我最不喜歡吃半熟蛋 這麼不小心也有 你為了一隻蛋罵我? 那不算鬧,只是提點而已 昨夜我為了照顧你,切夜未免 你看不到我的付出 只會在這裡吹毛求疵 那我整天都是因為 你煮了一隻半熟蛋給我吃 我才說了一句 剛才你已經懷怨我 沒有準備白粥油炸鬼給你 那也是容易你首次掉漏 我才接連提出 你以為你在2003年6月9日曾經埋怨過我 在你宿醉之後 沒有為你準備白粥油炸鬼給你吃 那你也記得 因為委屈,所以深刻 這次確實是為夫的錯 也只因我宿醉,所以語氣重了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時間回學了,再見 這裡又沒有 這些東西一向都是蓉兒整理開的 我早就應該等她幫我拿一份報稅表出來 才抱怨不熟 難道蓉兒放在她的櫃桶裡? 蓉兒? 蓉兒跟朱律師老婆一樣 也有本小氣寶 全部都是我得罪過蓉兒的事 原來昨天我也得罪過蓉兒 這麼少的事都要寫到本寶裡 一天之間我已經得罪過蓉兒三次 這麼多年來 蓉兒她究竟對我有多少不滿? 二步、小步、中步、大步 不步、未步 何謂大、中、小步 昨天爽約 最後粗魯、小步 又改了二步 叔叔最後不煮白粥油炸鬼作早餐 還煮了一隻半熟蛋作為早餐 令其逃骨 原來蓉兒不是大意故意報復 蓉兒,你很恐怖 接下來蓉兒還有什麼計劃? 我該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有些是已經消氣的項目 見我工作疲累為我按摩 睡前為我蓋皮子 也就是說,只以為蓉兒做一些體貼的事 令她消氣就可以取消小寶? 進來吧 校長,剛剛說起了英文科的活動周計劃書 請你過目 放下就行了,有路案 校長,這是數學周的計劃書 還有你分貨買的三文字 麻煩你 別客氣,謝謝 進來吧 蓉兒 蓉兒 蓉兒,何以為你會突然上來? 我今早處理公務之際 對你的思念突然湧上心頭 所以故意帶來驚喜給你 驚喜? 就是我精心為你炮製的愛心飯盒 蓉兒,你親自為我下廚? 是你最喜歡的羊粥炒飯 那我不客氣了 試試 果真出色 但是把我平時的廚藝都給下去了 我很用心地烹調 醫了你的口味來調味 但是你今天沒有後務要處理嗎? 蓉兒,你平日這麼辛苦照顧我 我抽一個早上的時間來陪伴心愛的妻子 又何足掛齒呢? 還有,我準備了一些水果 讓你飯後可以享用 但是我怕會耽誤你日常的工作 我今天沒有什麼校務要處理 我可以留在這裡陪你一兩個小時都沒問題 你肩膀累不累?我幫你按一下 不是很累 沒事 你不用客氣,舒不舒服? 舒服 我百般體貼 看來一定可以取消好幾個小步 那些小步還在這裡嗎?沒理由 我今天早上明明花了很多功夫 從不入廚的德哥哥 為了爺如我上次為他煮的揚州炒飯味道不佳 煮了非常美美的炒飯給我作示範 小步 無事我後活動周才剛開始籌備 硬搖按摩,阻我工作,小步 想他笑氣,怎麼知道弄口反絕 天啊,我這幾個小步如何是好 伯伯媽媽 柔英,你回來了嗎?你看看 我幫你掃了很多貨 媽媽,你怎麼突然幫我買衣服 今天逛街見到百貨公司大減價 我看到衣服這麼漂亮 就幫你買了這麼多回來 我們和年輕一代的品味截然不同 柔英怎麼會喜歡呢? 不對,媽媽看,這件衣服放在你身上 我等你了,我回房間休息一會兒 剛剛這個表情是蓉兒抑壓著老伙的表情 幹什麼? 你先別拎衣服,你糟糕了 你剛才不僅嫌棄你媽媽的衣服 你還暗奉她年紀大 哪有? 你媽媽正正有本小氣寶 記錄下她的不滿和報復方法 哪有可能?爸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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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就是你媽媽的小氣寶 是呀 為什麼錯的那個會變成是我? 是呀 眼見玉英對我買的衣服不領情 也不出口為戶,小報 她的報復分大中小三個程度 就是媽媽會因為你不幫口 而和你報復嗎? 我這次真的被你累死了 我可以怎麼幫你?爸爸 有時候我們會對身邊的人特別苛刻 有一次媽媽不小心洗爛我要表演的衣服 我就向她發了一個很大的脾氣 為了一件禽小的事責怪媽媽媽 真是很無謂 希望你們也可以對身邊的人更加寬容 接下來這首歌是送給你們的 你媽媽聽得世世絕一 玉英,多虧你找衝頭幫我 希望你媽媽可以放下執著 不要再記恨於我 一個故事兒子,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嗎 總之衝頭說的就一定行 為什麼?媽媽她又不是充分 你也說得對,不過我聽說 衝頭對很多中年婦女都有深遠的影響力 希望她對媽媽也有用 但待會兒要回一番片場 晚飯只剩下你一個,我可以嗎? 可以,應該沒問題,你去吧 來吧 吃飯吧,蓉兒 吃飯 寶寶,這個絕對是蓉兒的寶寶 被她發現了那隻蟑螂 就看看她肯不肯吃吧 德哥哥,菜菜有何問題? 沒問題…吃飯 怎麼會這麼亂動呢? 來 來 德哥哥,吃蛋吧 焦成這樣嗎? 她吃了十成焦的菜泡蛋 一定會大發體氣 她竟然吞了下肚子 受了你的風伏都毫無怨言 德哥哥,你覺得今晚的菜菜如何? 相當美味,有你一罐水醬 德哥哥,你好 你太多破綻了 那心虛的表情已經出賣了你 偷看我的日記,侵犯我的私隱 絕對是大報的程度 如果你有意見,可以向我上訴 妻、蓉兒 爸爸 其實女人很多時候 只需要一句對不起就會消氣 糟了,你媽媽不是普通女人 道歉是沒用的 你為什麼這麼害怕?你手都抖了 媽媽真的這麼恐怖嗎? 我居然怕自己的結法妻子懲罰 成何體肚,我又何以為一家之主 爸爸,你冷靜點吧 你知不知道我今晚吃什麼? 沒有一樣的菜菜是正常的 菜心裡面有蟑螂 蛋洞的,豬肉是生的 但是我通通堅強吞下肚子 我為什麼要受這些屈辱? 不行,我要幻影顏色 爸爸,你想要怎麼做? 照搬著碗,寫上一本小氣寶 和你媽媽對質 難得她沒有東西讓我看不順眼 這麼多年來,我沒有忍過她嗎? 爸爸這次是認真的,你不要笑 我真的沒有你們兩個這麼好戲 整天都在耍花腸鬥氣 爸爸,你讓我休息一下 絕非鬥氣 我怕我們會有激烈的爭拗 遺免報及你 你還是離開我家幾天,比較安全 你也寫了一本小氣寶? 為什麼你可以寫,我就不可以寫? 好,那看看我們誰有理 謝謝你 何以小氣寶上寫的並非你對我的不滿 而是… 過去你為我做了這麼多事 我真的很想效法你 將以往對你的不滿盡力寫出來 但我用力回想 我只能夠想到你的好 竟然寫不出一件令我不滿的事 我譚道德何德何能 可以娶到一個這麼完美的妻子? 我竟然敢對一位如此愛我的夫君 我真的很不應該 蓉兒,我令你有這麼多不滿 我也很不應該 我答應你,以後會做到盡善盡美 是 我也答應你,以後不再報仇 你記不記得之前你忘記了的 不道德之夜,我們今晚繼續 師父,我想我要多阻擋你媽媽 幹嘛?我教你爸爸的辦法不合理嗎? 合理,就是太合理了 所以我免得妨礙他們兩個… 別說了,我不想有畫面,好嗎? 這次我爸爸媽媽和好如初 全靠最擅長的師父 拜託你,其實那裡這麼大的人 不用替他們擔心嗎? 但剛才爸爸好像想寫一本小器堡 跟媽媽對質一樣,好嗎? 不是吧?這樣還有什麼用? 那師父,你會不會有辦法幫到他們? 要這樣是有的 為什麼師父你可以這麼厲害 這麼了解我媽媽? 不用在這裡賣口乖了 我頂多生牢多你一晚而已 謝謝你,明晚做完事好走 謝謝師父 全世界最好、最擅長的師父 開工了,不用做嗎? 謝謝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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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gibt見 不 Đâ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